所以接下來談到檢測量能 我也再請教次長 當其他國家也都對於快篩試劑都核准上市 我們台灣的進度是什麼 這個部分我是不是可以請我們吳署長來先回答 好 簡單回覆 好 委員好 那目前有送到食藥所這邊來審查的 有三件鍋 就是專難製造 國產的 那另外有超過40件是屬於專難進口 就是專難要輸入的 這個有差不多有超過40件 那我們現在有一個資源平台 就是要協助業者 已經來送件的有16家 好 16家業者 所以簡單問啊 什麼時候可以上市 我們現在有一案已經退件了 因為他資料是不符的 那有一案已經核准他了 所以最快 什麼時候 幾月份 現在已經有產品可以到我們實際上去使用了 已經有種可以使用了 有一件已經在做真正的病人的簡體的一個測試 行政院4月13號有召開一個醫藥防疫科技研發的記者會 宣布預計投入21.6億進行醫藥的防疫科技研發 當中有11.9億 相當12億要做提升檢驗的能量 包括了工業院 中醫院 國衛院等等 預計的量產時間 量產時間都要等到七八月 但是 市長我整理了其他國家 這是我們 其他國家南韓一個月核准四種快篩試劑 美國3月27號就宣布可惜式的檢測工具 5分鐘就可以檢驗出是否感染新冠肺炎 德國 他們的汽車零件大廠BOSH 也研發快篩設備會在4月就推出 高達 準確率高達95% 兩個半小時可以得知檢測結果 鄰近的新加坡 他們的一家公司Biolytics 也宣布產品10分鐘檢測出來95%的COVID-19 那我們防疫工作前段做得很好 現在 我們希望阻決任何的可能性 這同樣連帶我們的快篩檢測量的試劑 能不能量產上市 能不能那麼快的使用 當其他國家都做得這麼超前 我們的快篩 我在3月18就質詢 到現在也一個月 我還是沒有看到 我們對於快篩這一部分 有任何的進展或進度 或是預期 可不可以馬上向其他國家 一個月就可以來四個試劑上市 剛剛我們報告 剛剛我們吳署長已經講過 有一個已經核准了 核准當然要量產的話 那就是在這一個藥廠方面的話 能不能夠加快它的生產線的建置 那這部分的話我們會經歷加快來輔導 如果加快最快什麼時候 4月底 現在有關快篩的已經有一案 他已經可以到市面上去做檢測了 另外有一案是用PCR核酸測定的 其實他本身的儀器都有 那到4月這一邊 因為馬上做了病人之後 可以看到他檢測的一個能力 所以以他到4月這一邊 這時候他是有50台的儀器 可以每天做3000件 每天可以再做3000件 那到5月他可以再增加50台儀器 可以到6000件 每天可以檢驗6000件 好 所以 我希望啦 儘快 如果既然有一個已經核准 我不希望說 到4月底 我又再同樣質詢 詢問一樣的問題 然後又看到其他國家 都陸陸續續有 所有的 這樣的快篩世紀上市 韓國因為他棉發出來上市 30多的國家 跟他在購買 這也是一個很大的 一個商機 沒有錯 所以 我希望說 衛部這塊可以加速 相關的進度 那對於最後 我們對於這一次COVID-19 給予相關人員的獎助金 我認為 當然包括 第一線 防疫的醫護人員 放射師有沒有包含在內 有 醫檢師 有 好 另外 清潔人員 有 我也希望衛部把它納入 有 那現鑰匙當然 因為這第一線協助 發放口罩 但是 住院醫院的藥師 也應該把它納入 他雖然不在第一線接觸病人 但是他們在這一次防疫整體的工作也是非常辛苦 能不能考慮放進 可能沒有特別的一個任務 但是在整體的這一個獎金裡面的話 我們會要求醫院把它放進來 好 要評估 最後救護人員 所謂的EMT救護人員 因為現在他們被 等於說整個獎勵金的範圍 忽略 因為現在所有只要確診 都是靠他們去 幫忙 送到醫院 他們實際 近距離接觸 確診案例的是 風險更高 我認為 指揮中心也好 衛福部也好 應該也將他們 納入在獎勵的範圍 這個有兩個部分 一個是就是 醫院 醫院聘僱的話 民間的救護車 在做院間轉送的這個部分 那我們未來會把它放到 我們那個團體獎勵的裡面去 當然至於說是屬於消防署的部分的話 那我想就是說 這個可以來研議 這個要跟內政部 當然這個要做區隔 但是我希望能夠將他們納入 因為他們是高風險 待命 非常辛苦 這要跟內政部來研議 他們是主管 好 謝謝次長 好 謝謝 謝謝蔣委員 謝謝次長